摩托车想必大家都见过 但是两轮驱动的摩托 那你肯定没见过 国外网友就脑洞大开 自己改装了一辆二重二的摩托车 老哥虽然有一辆速度很快的二重一二五摩托 但是快有什么用 他觉得必须给摩托车增加一些越野性能 才能让其变得又快又拉得多 至此他就开始了对自己摩托车的改造 先是将摩托车的链条和前轮都拆卸了下来 然后他准备在前轮上给安装一个齿轮 到时候用链条就可以带动前轮 用一块铁片和齿轮焊接到一起 然后将中间铁车销出一个孔 这样就能安装到前轮上 为此老哥将前轮的刹车都抛弃了 到时候只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 很快这个前轮的基本构造就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处理发动机那边的问题 他在发动机输出轴的位置给制作了两个齿轮 这样才方便后续带动两个链条 由于前轮需要转向 直接连接链条是不行的 所以老哥用了一个外向轴和一个输出轴 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时这个类似传动轴的东西就做好了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竖着用 而是要拿了横着用 为了省事 老哥将前轮的前叉直接锯了下来 然后在上面焊上一块铁片 再将之前做好的那个零件 拿过来横着焊接到上面去 之后便开始组装链条了 在车身必要的位置上焊上齿轮 才能顺利将链条给接出来 将这个链条接到前叉上 两驱摩托车的驱动结构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这个时候可以将前轮给安装回去了 然后在这个零件的位置 安装一个之前做好的轴承 这个轴将用来连接轮胎上的齿轮 由于万象节的原因 可以保证右边的齿轮不移动的同时 还能让左边跟着方向一起移动 这个设计真的很棒 接下来开始处理前轮上的链条 由于位置上的偏差和结构问题 不能直接连接 只能再用一个种 将链条给它二次连接出来 最后在这边各自套上一个齿轮 并用链条连接起来 这个两驱结构的摩托车 算是基本完成了 你还别说 一般人还真没有这个动手能力 这时候给它点火试一试 后驱变双驱 一点问题都没有